今天是2020年8月22日星期六 現在是下午3時20分 來到英王道對進來的帕加山道這個位置 這裏就是則如宗街市的熟食中心 亦都是大家都熟悉的上大風峽的路徑 現在3時26分正式起步了 這條大風峽走很多很多次了 雖然路徑也很熟悉 但因為有很多不同的配搭 這次走的也有少少不同的 由這條直上大風峽也很久沒走過 大風峽雖然是石屎路 但也不要看輕它 因為它一路上斜 其實都沒有什麼緩衝的 用來練氣也不錯 這條路徑也有一定的斜度 所以在附近住的朋友 很多時他們都作為一個練習場地 又可以有些人跑上山 至於你說當是一般輕量運動也很多 所以不思維市區也有附近的一條相當好的山徑 又經過這個樹木研習徑 左邊可以落在這個康兒花園 來到MPK37的位置 就有一條小溪間 在這條山間 所以隨便流下來的石很大塊 流水中中的聲音 走到差不多來到這個燒烤牆的位置 燒烤地點現在是否疫情關係都封了 完全沒有人 經過公園仔的位置 這邊就沒有圍封的 所以都有一些遊人在裏面休息 那公園旁邊就有一個公廁給大家方便 走到這段時間開始景色開陽一點 可以看到下面康兒花園附近一帶的樓宇 遠望看到九龍的東部 走到這段時間開始景色開陽一帶的樓宇 走到金督池馬徑出來的MPK23這個路段 繼續向大風駕方向 來到這個交叉位 左手邊一條很斜的路 那是康兒那邊上來的 前面這個頂子這個位置進去 這條就是康帕郊遊徑 那這裏應該是尾段剛剛出口 前面是看到Pakka山的山頂的波波 這個燒烤3號牆都一樣封了 那個樹直上了 上到這條比較開陽的斜坡 可以遠望 九龍東一帶 接著過來Pakka山 大風駕就差不多到了 這個位置又是流水中中 有些水流下來的水喉 旁邊有些人用來射身的 上到現在呢 差不多都快到了這個大風駕的那個艇 那樣就是了 好了 這樣就又都上到來Pakka山道 大風駕的艇那裡了 在涼亭休息了一陣子 現在在這個Pakka山頂出發 47秒 上到這裏中途的休息位 以前呢 這裏可以下面看到這個大潭水塘都幾清楚的 那現在這樹呢 月山有物貿高 都遮了一大極都看不到 上到第二個休息位 以前又可以看到九龍東很清楚的 現在又是被那些樹長很高的遮住了 什麼都看不到 總共上到567級 竹竹尾上到來Pakka山頂 下望呢就是大潭上水塘 跟著下面是庫水塘中水塘 至到大潭督水塘 跟著大潭灣 到過來這邊呢 就看回維港香港和九龍的東部一帶 今天的視野呢 有少許煙霞都不是那麼清 在前面沿路呢 落回去大風咬的亭 雖然今天呢 就沒什麼太陽了 但由於上落差都幾大下 時間都要上下 長期戴著口罩 比平時明顯是辛苦了很多 不經不覺呢 就來落到一個艇上去 回程向這個質魚沖街市的方向下去了 沿路折返 來回都是行石齒路了今天 北經不覺就落到這個位置 繼續向下 下山途中呢 就繼續又可以看回這個開陽景色 好 說回來 好 今天完結hem就下來了 就去這個質魚沖街市 完結了今天的運動了 一上一下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